让生命不再逝去为婚姻平权站出来音乐会在凯道举行 多位艺人到场现场打气 范冰冰、导演陈玉山、杨成林、刘若英与影后张子怡 透过VCR传递支持 据悉台湾地区目前就婚姻平权问题而争论不休 而婚姻平权也引发众多艺人的力挺 艺人们纷纷站出来为同志发声 力挺同志婚姻 我觉得在爱情的面前人人都是平等的 每一个人都有追求自己幸福的权利 爱的力量是最伟大的 所以我支持你 加油 爱的发生就如同阳光、空气和水 对我们一样的自然 只要是相爱的人 就不应该被剥夺他们基本的权利 我是陈玉山 我支持婚姻平权 我是杨成林 我支持修改民法通过婚姻平权 我觉得同志朋友们就不能受到公平的对待 非常地奇怪 所以应该人人都要平等 我想借由今天晚上一个机会 因为我们在台北 虽然我人在巴黎 但是我支持每一个人都有权利去爱 尊重爱 爱是平等的 每一个人都因为爱可以得到他们想要的自由 我支持 婚姻平权 我支持 谁都不应该在爱中有所恐惧 每一个人都有自由恋爱 组织家庭的权利 因为真心 真爱 都应该得到祝福 我祝福你们 我们每一个人都有爱与被爱的权利 如果因为我们喜欢的是同性而被剥夺结婚的权利 这便是不公平的 活在一个自由民主的社会下 每一个人都应该享有平等的权利 就像某位哲人所说的 我不同意你的生活方式 但我誓死捍卫你生活的权利 加油 同志